工人用耙子小心翼翼挖开泥土 然后将红参放进橘色框子中 接着把框子放在平板车上 最后将红参运送至位于韩国金蹄的一家红参加工厂 工人将布满泥土的红参倒入280升容量的多孔容器中 内置渗水系统随着多孔容器的转动将红参均匀浸泡 浑浊的泥水顺着容器孔洞流了出来 大概5分钟后红参表面的泥土被洗掉95% 接着工人用高压水枪对准刚取出来的红参 确保清洗掉剩余5%的泥土 这是经过全身消毒的另一名工人接过递过来的红参 将它放到带有多层隔板的蒸汽室 蒸汽室释放超过100度的水蒸汽会附着在红参表面 而排气扇会将蒸汽不断吸出 取出后红参熟化的同时被杀灭大部分细菌 接着工人将红参放入和蒸汽室看似相同的隔板容器 在工人按下机器运行的按钮后 隔板容器内部的温度会瞬间达到78度 烘干后的红参会得到比之前多十倍的三贴皂干 为了释放这种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工人先要将干燥后的红参用纱布包裹起来 然后将它放到蒸馏水中 蒸馏水在14度温度下30小时就可以将红参中三贴皂干彻底吸出 而工厂为了红参水拥有更长的保质期 将它包装成50毫升的小袋 小袋